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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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坊間 大家都有人再討論 我們在我們的食水裡 發現到有些原 有不同類型的礦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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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重金屬的問題 有些重金屬的問題 有些人開始很關注到 究竟這些重金屬的情況 進入了我們身體內 對我們健康有什麼影響 大家都很擔心 袁醫生 想請問 在自然醫療方面 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助這些客人 去了解我們身體內 究竟重金屬 或者抗物質的分析問題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 最近都不是一個年多前 有人發現 我們食水裡 有時候說原水的問題 當然在我們過去的醫療裡面 基本的醫療常識 我都知道重金屬的量 其實是會影響我們健康的 在我們一般的書本 經常都提及 如果中毒 會產生什麼症狀呢 通常這些資料 都是很早燃 我們的環境方面 和工作方面的環境 都有很多這些重金屬存在 譬如以前的油漆工人 以前的漆友 多數還擁有陷緣程度很高 有些小孩子不小心 就去避免玩具 或者油漆工人 吃具 去咬它 吃 反而有些症狀 在我們叫做 腸的抽筋 腸抽筋 整個叫做Colic 腸好像是拔緊 在后面有条线是拉着肚子向下拉着 这些是一个很典型的 我们在医学常识里面也提及原中毒 当然原中毒会影响我们很多其他 我们神经系统的方面 譬如有些症状 比如手就没了力的 我们叫Risk Drop 这些都是很典型的 有时候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会看到 除了这些严重的时候 可能有抽筋问题 神经系统受影响 还有腎方面 也会有破坏性的影响 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医学的检查 如果我们发现牙筋 那些牙筋有一条痕 一些蓝色的痕 这些是典型的原中毒的症状 原水的问题是很普遍的 不要以为香港是有的 其实美国的问题是很广泛性的 原因就是我们早期的水管 食水管 早期有些是圆的管 但是最后我们始终那些水喉管的那些消耗物 那些物质都是有一些圆的 有重金属成分的 就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有时候也是很难完全避免到 除了我们的圆 有时候也谈及水银 现在有些人发现水银很高 在医学上的基本上是 以前有些工人有些製造的那些帽 那些牛皮帽 那些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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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那它当然吗 持续的神经系统 封封供� Cotton 那么 那当时的人 就很 也有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我们新的一种生埃、甲、Cadmian 很多不同的环境 我们都还有很多这些重金属的存在 当时香港的人 大家在舆论 很积极地关注这个问题 大家谈论 当时他们通常就会叫那些 怀疑可能有问题的人去检查 一般的检查是用血液的检查 但你会发现 血液的检查的准确性 不是那么敏感的 始终我们身体的血是一个很重要的液体 它不可以有任何偏差 很多时候有点瑕疵 我们身体已经及早处理了 所以要等到血液出现问题 应该是很严重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用炎血的方法 其实都不会看得很精准 而且是很早期可以察觉得到的 所以在医学上 尤其是在治疗医学方面 其实有一种的做法 就开始用我们的头发 分析我们的头发 为什么用头发呢 因为血液是很快速过渡的 整天都会变成的 但头发不是的 很多东西我们的血液会供应头发 所以血液里面很多的物质 都会在我们头发那里 是可以储藏下来的 所以从头发那里看 你会看到是过去一段时间的聚绩 下来的那些重金属 当然头发不单是重金属 其实所有的金属都有的 有蛋白渣、矿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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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很多的 所以在治疗医学方面 很早年就已经开始 有些医生和科学家开始研究了 其实我们分析一下头发里面的重金属 其实除了可以比较准确地 去看到有没有重金属的问题 因为这个可以这么说 在医学上都被认可的 看重金属的方法比较准确 但是当然香港当时就没有用这个方法 因为香港可能 香港都没有这些实验室 这些做用重金属分析的实验室 不是很多的 一个最出名的例子 就是说拿破仑 拿破仑被怀疑 他是被人拿生歪毒死的 慢性毒死 就算我们知道郭森疗法 Max Gerson 他都是被人毒死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其实最后来 他也是在他的头发里拔出来的 就好像开棺 拿到他的头发发现 果然他生歪的身份是很高的 所以这是一个在医学上 或者在科学科学上 就是那个犯罪医学的检查 都会用这个头发去看到 有没有这些重金属的祸害 当然我们头发里面 就有很多其他抗物炎 不只是看看有没有重金属 所以在自然医疗应用的过程里面 我们除了帮病人去看一看 到底他的身体有没有重金属的聚绩 而导致他身体可能出现一些不同的问题 那还有呢 其实我们会了解到 其他的金属呢 都是反映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看到钙、尾、钙、甲、银、银、银、铁 其他那些这样的 我们叫做相对性 都未必是最微元素的 当然都可以看到微元素的那些金属 那其实他这些金属呢 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态 譬如你讲一下 如果你头发测试 你显示了 你钙的成分是比平时高了两到三倍的 那就是你的身体里面的钙的含量 是相对偏高了 那如果是这样呢 也都很容易是导致你的那个动物硬化症 因为由那个钙的导致的 但是如果你的钙的含量很低呢 那你很多时候很容易有骨质松疏症了 因为骨里面的矿物源流失了 那容易增加骨裂 那些牙筋膜的问题啊 还有肌肉抽筋这些这样的 那所以呢 但是呢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是表症未出现之前呢 抗蜜质的不平衡呢 也都会导致新疹代謝失调的 那可以是我们在这个的头发里面呢 是可以及早发现到的 那譬如因为抗蜜质不坤质导致的 或者恶化其他的症状呢 包括什么呢 包括情绪低落 低血糖 过度活跃 脱头发 痰血症 甲状腺失调 情绪问题 敏感 糖尿病 头痛 高血压 关节炎 肌肉骨落的毛病 心脏血管的毛病 皮肤疹 前列腺的失调 消化不良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很多的问题呢 其实都可以用那个头发 抗蜜质的测试可以看到的 那又说 为什么抗蜜质这么重要呢 原来呢 抗蜜质是我们的身体生命的 所叫做点火器catalyst 就是我们身体呢 有很多的酵素的反应活动 那要酵素的活动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还需要有一些 这些这样的抗蜜质的微元素呢 是做一种点火器的 叫做就是触动它的出现 所以抗蜜质在我们身体上呢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 很多实验室 很多医生呢 都开始进行大量搜索 这些一般人的身体的症状 嗯 那和它的头发抗蜜质表现出来的问题 那所以这些资料呢 慢慢呢 就是去聚集下来的 那可以呢 成为一种的医学上的指引来的 ok 那好了 那一般人都知道呢 其实很多时候身体呢 会有不尋常的变化 或者营养不足呢 就会看到有些身体的转变的 那譬如有时候呢 剪隔出现了八点 那这个呢 是显示呢 是新Celenium不足的可能的了 如果指甲那个纵向的那个 那只那个彎了 那这样呢 就是向背脊那开始彎出来呢 那这个也是显示呢 是那个缺乏的铁质 一种一种贫血的迹象来的 那或者毛发或者指甲脆弱 那是铁和铁的不均衡 就是过多过少都不行 过多过少都不行 就是一个很比例的 有时候钙尾纳格的比例呢 那可以反映呢 你的身体呢 是用血糖的运作好不好 那这个其实问题呢 我知道现在糖尿是很严重的 现在差不多的 现在的过去有 知识说十个有一个 其实将来呢 差不多呢 三个都会有一个的 糖尿病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在 在我们的头发测试那里呢 我们可以用 由你的铁尾和铁甲的比例 的Ratio呢 可以看到你的血糖的处理问题 是进言给我们一些指引 我们吃东西的 应该如何去吃白的 好了 那如果我们的指甲 那个指甲出现那些 粒的粒的痕 那也可能是代表铁的不足 任神文呢 是代表新的不足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呢 有些妇女呢 就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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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的肚子都化了 但是也有些人保持得很好 那原来呢 这个和抗蜜炎不足有关 是新的 升不足 升对皮肤很重要的 化育不良呢 亦都是可能升的不足 那任何情绪的波动呢 也都可能和有毒的重金属累积 比如铁、水银和隔都可以的 那这些都是 但是作为新陳代謝失调的早期病症 那当然如果你不理不理呢 那可能有很多严重的问题 那好了 那 那 有些人会想 那 就是 为何会有这些抗蜜炎不足呢 就是今时今日的 我们的人的食物 其实都多元化的 是的 但当然了 我们的食物呢 其实很多是精炎的食物 加工食物 那些抗蜜炎的质素已经是大不如前了 那所以呢 就是抗蜜炎不足呢 就是成因 可能是食物不当啦 或者吃得太多精炼过的炭水化合物 或者砂糖啊 就是太过严格的素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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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些其他的很怪 就是有些很古怪的饮食的习惯啦 那这样 那还有呢 服食和身体化合原造不配合的维他命和抗蜜炎 就是有时的人呢 就是亂地吃的维他命呢 或者大量吃呢 其实都是不好的 是的 那虽然 没有人因为食维他命和抗蜜炎而死亡 但是呢 都是要适当地去应用的 就是维他命抗蜜炎呢 始终都是一个身体的营养里面 一种的元素 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完整 但是它有它的重要角色的 那当然呢 很多药物的 过去的西药药物的治疗 啦 避孕药啊 也都可能因为一些环境因素 工作环境呢 是有很多些毒性的金属出现 那也都有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遗传那些 父母那些抗蜜炎的分布啦 那这样你看到呢 其实这样东西呢 那个那个 就是 抗蜜炎啊 不单止有毒的重金属呢 一般的抗蜜炎和微元素呢 是和我们身体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 嗯 OK 好啊 那就刚刚听到啊 袁医生呢 就帮我们分析了呢 原来我们可以呢 利用我们的头发呢 去分析了我们身体里面的 所含的那些的抗蜜质 那些的多与少啊 或者呢 不单止是可以呢 是可以呢 是检测到呢 那个重金属那个的比例的成分之外呢 还可以呢 是从而可以知道呢 那些的多少 而影响到我健康的 好了 这次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回来 继续今天的治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头发抗蜜质的分析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头发抗蜜质的分析 哦 原来呢 刚才上一节已经说到 我们呢 现今那个做的头发分析呢 是已经超越了 只是测试中 我们身体里面的重金属的问题之外 其实我们身体所含有那个 或者我们吸收到那个 矿物质那些的情况 都已经可以分析到出来 那原来呢 我们在那个 刚才也说到 过多过少的时候 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 大家有知不知道呢 如果女性在旌旗之前 经常的头痛呢 是原来因为身体呢 有过多的痛而引起的 或者呢 在关节痛的时候 可能是圆水 或者是水人中毒 而引起的呢 不正确的餐单 可以导致便秘 或者腸贴膝病 甚至乎是心脏病 都会有的 任何一种的维他命 或者矿物质 服食了过量的时候呢 也都会出现了伤害身体的情况的 对于某种的新层代謝的体型呢 服食过量的维他命C呢 事实上呢 是都会令那个感染呢 就更加恶化的哦 头发分析是最有限的方法 就是去雷定你真正需要的 那个的维他命和矿物质 那个的每日的摄取量 青春期的暗瘡呢 可能是由圆啦 铜啊 中毒或者是身的不足导致的 大概有八成的人呢 缺乏应有的酵素 及天然的胃酸呢 就去消化这些食物的 而过度活跃的儿童呢 通常是因为其他的身体 含有过多的圆所致的哦 肥胖通常都是由慢性的血糖问题 而所引起的 母体内的水人毒素呢 可以杀害了他的胎中的婴儿的 美的补充剂可以预防酒精 对大脑那个的损害 男性的前列腺的含身的量呢 比身体内任何其他器官都要多 因此呢 適当的身对男性的性能力呢 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 高血压和心脏有问题的病人呢 所服用那些利尿药呢 会减少身的供应的哦 原来刚才这些情况 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哦 就是利尿药呢 我知道呢 我们叫甲 甲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甲是控制我们的心脏跳动的 如果我们经常吃很多这样的西药 或者利尿药呢 是令我们心底的甲 会减少的 相对于心脏的健康 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伤害了 好了 还有呢 我们知道高血压中风呢 都可能因为太多 那个蜜绿化物 就是盐啦 大家经常说 所以在矿物盐的分析里面呢 我们都知道有些什么叫做健康的水平的蜜 或者甲 那么很多婴儿食品里面呢 都发现呢 含炎两个高的 这个香港呢 香港现在的食物标签呢 都很注重的问题 是是是 你问你那个蜜的水平去哪里啊 好了 身体组织里面呢 如果太多铜呢 或者铁呢 都会导致扁头痛 甚至精神分裂的问题 嗯 那么复食过多 適当的身呢 就会帮助调理血糖 是 是 升的方面 树然的毒素呢 和会有多种硬化症 就是神经系统的破坏有关的 身的不足呢 亦都是妨碍骨落成长 和导致K型性的器官的 那所以不要笑 就是如果有些 真是很基本的抗物炎的不足呢 是会很严重的问题出现 那么 那医生呢 经常用身体里面的蜜 Manganese 抗物质呢 的含量产断心臟病的 鲁啊 尾啊 蜜啊 蜜啊 和维他命B6的缺乏呢 都会和糖尿病有关的 维他命C啊 B杂啊 身啊 和蜜呢 都是用来医治那个 精神分裂症 的 好了 那维他命B2啊 叶酸啊 维他命E啊 身啊 和卢呢 对用避孕药的人 很重要的 那因为呢 避孕药呢 是会破坏这些 令到你身体的叶酸呢 是不足 那当然 叶酸的问题呢 如果不足呢 会导致心脏病化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这些的资料 是很重要的了 好了 那尾缺乏呢 和会癫痫 和癫痫 白血病啊 心脏病啊 和神随其 都有关的 MGNC 我最近看了很多资料 成本书都说了尾的不足 嗯 原来普及来说 很多人的尾都是不足的 是 那 那美国这25万的女性 因为缺乏铁质呢 而患了贫血 那皮啊 啊 鸢啊 甲啊 和身呢 和那个 那些毒呢 都可以 致癌的 那 那 礦物质里面的 里呢 亦都可以减低 和那个抑鬱病有关的问题 叫Livium 就是现在其实这些 的 营养素呢 有时候都会用的 我用Livium Carbonicum 因为很简单的里呢 是帮助呢 我们那个 那个 草屈症这些问题 嗯 所以看到呢 我们身体的那个 抗蜜炎呢 啊 啊 对我们身体呢 是很大很大的关系 就是不只是维他命 那么简单 是 大家都知道了 一般人当然了 一般常识啦 那个 疼血可能因为贴不足 那样 但是其实呢 很多其他的 抗蜜元呢 和一些微元素 有些我都未知 就是我资料呢 我知有些微元素 是需要 但是在版面的角色 我们都未知 所以在这个领域呢 其实呢 都是很多 很多的新的研究 是不断地进行中的 嗯 但是 那个头发的分析的好处呢 因为 头发的分析很容易做的 嗯 是不是 就是他又不用刺血 又不用刺血 又不用刺血 又不用刺手指 所以有些人呢 怕痛的人呢 都觉得呢 剪少许头发 是很容易做的 嗯 有些人问 通常是需要做些什么呢 步骤上怎么样呢 我通常呢 我通常呢 就会在我们的头发 那里呢 是 是 就是剪一些 样本 那我要求呢 通常呢 是接近头皮的那些 嗯 因为我们的头发呢 大概一般成长呢 一个月大概一寸 是 有些人头发很长的那些 是很多年前的事 是 是 所以我剪那些呢 通常呢 都是要在那个发根那里的 是 那当然呢 如果有些人头发短呢 就觉得可能会影响有缝缝啦 是吧 一般的长度的那些头发呢 女性那些呢 通常呢 我们会都是抽出一些样本呢 在不同的地方抽呢 就不会一个一个大洞走出来的 那就拿大约一个gram左右的头发呢 那都是寄去外国 因为香港始终呢 这方面的实验室呢 我最好所知是没有的 嗯 那我在 在早年七年代呢 在加拿大读脊医的时候呢 我在加拿大已经有这样的实验室的 那所以这方面呢 是我们很久呢 已经都采用的 一种这样的 简单的 头发 抗蜗型的分析的方法来的 嗯 这个 这个 头发的那个 抗蜗质的分析呢 其实是真的 很方便的 又对于 对于那个 就是 被检测的 客人呢 又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 首先 你说 刀刀手指 都是一个伤口 这个就没有的 那就是 在贴近头皮的地方 剪取的头发出来 那就可以了 甚至乎 小朋友啊 这些都可以 可以 随时做得到 这个 分析 测试出来 而分析了出来 看到呢 亦都是可以 刚才我们的医生 也都和我们介绍过 原来 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 不足当然是会引起问题 原来过多呢 都是会造成一些的问题出来的 就是我们 所以有时候都不可以说 是乱这样这样 听坊间啊 那些什么时候呢 就乱这样服食的 任何的维他命啊 矿物质啊 矿物盐啊 这些东西的身体里面 因为 你吃容易啊 有时候要你排出来 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OK 好啊 那今天的我们的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也都很多谢 袁医生 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 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回诊 电话号码是 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 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今天麻烦你了 袁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